不知从何时开始 地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孔洞 深入其中的人们 见到了一个奇幻的世界 拥有神秘力量的宝物 充满恶意与幻想的生物 无视物理法则的规则 无数的人们前赴后继地 涌入着巨大的深渊 企图得到什么 知晓什么 感受什么 其中 也有数不尽的冒险者在这里死去 成为土壤中的一点有机物 由漫画家土比张人 创作的《来自深渊》的故事 便讲述了一个 出生于深渊深处的女孩 与本身就是深渊造物的机器人 一同前往阿比斯深渊冒险的故事 女孩名叫丽可 她与机器人雷鼓 因为母亲的一封信 执意前往深渊之地 明明知道这是一次注定没有回程的旅途 两人依旧为旅途中奇幻绝美的景象而兴奋 为真实的痛苦而流下眼泪 为只有在这深渊中 才能闪耀的生命之光而感动 一路上他们看见了无数奇形怪状的东西 有倒着生长的树木 飞流纸上的瀑布 也有各种奇妙而危险的生物 比如会捕食猎物 并模仿其求救的叫声 吸引新的猎物前来的气石鸟 拟太成花田 在靠近的生物身上植入虫卵的羽僵尸 更重要的是 深渊中充满了被叫做诅咒的规则 在深渊的任何一处 向上返回超过十米时 人类就会产生所谓的上升负荷 在浅层时 仅仅是轻微的晕眩和呕吐感 但越接近深渊之底 负荷就越大 甚至会丧失重力感 产生幻听幻觉 蹊跷流血 直至死亡 但就算如此 依然有无数人前赴后继 寻找深渊中的宝藏 因为不明的原因 深渊中存在着被称为遗物的宝物 有着神奇的作用 比较低级的遗物 类似高强度的材料 和较高工艺的物件 更高级的遗物 则有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实的能力 例如可以无限次使用的火药 歼灭一切的激光 以及能免愁诅咒的盒子 为了这些宝物 不顾生命危险前往深渊探险的人 被称为探枯架 在立可与雷鼓的旅途中 自然也充满了各种邂逅 其中有令人愉快的 但大多都如梗在喉 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 刺痛着观众的心 其中之一 便是这期视频的主角 白狄探枯架之一 黎明卿伯多尔多 他被称为开启黎明的白狄 原因是十年来他的研究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为诸多阿比斯的探险家 提供了各种便捷的道具 建立深层的据点 发现崭新的探索方向 但引人非议的是 黎明卿所使用的手段 往往极为出格 他会为了让运输的道路畅通 而将阻碍的动植物 和周围的自然环境 全部复制一具 为了得到想要的材料 他会毫不在意的通过黑市 进行交易 为了知晓深渊的诅咒和遗物 对人体的作用 也会直接使用活人进行实验 漫画中对他的原文是 踩着过去的优良传统 与探枯家的尊严 为人类带来探枯事业的 崭新的黎明 我们可以详细谈谈 他在故事中 直接描写所做的几件事 如果害怕剧透的话 可以直接跳到最后一部分 低剑 和主角异形的纳达奇有关 为了研究深渊第六层诅咒的性质 活多尔多去偏远的小镇 诱拐了许多孤儿 将充满好奇的他们 带到深渊深处的要塞 用一个五层到六层的电梯 给他们做跳楼机 绝大部分的孩子 经受着第六层的诅咒 都会直接散架 变成血肉模糊的一团 因为跳楼机的特殊构造 会让两个孩子其中的一个 接受双倍的诅咒 变成连死去都做不到的肉团 车员要塞的地下 就充满了无数这样的残物 真是圣人 伯多尔多因此领悟了 阿比斯诅咒的性质 开发出了一种名叫 弹药包的装备 能在一定限度上 防止上升负荷 对炭枯架的影响 看上去很美好 但其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首先将一个人致解 保持其存活 将一切感受器官 眼 鼻 口 皮肤等摘除 降低诅咒对这些器官的影响 为了缩小体积 只留下能维持此人生命的部分 像手脚这些没用的东西 自然也不会留下 把剩下的东西 装进一个像水壶一样的盒子 不断输送营养液和镇定剂 维持其尽可能长时间的生存 当然 为了减小体积 制作材料自然得是未成年的孩子 炭枯架们会将弹药包在他身上 将自身所受到的诅咒 转移到弹药包中 还能算得上活着的东西身上 因为没有感受器官 所以能够经受比正常人更高的上升负荷 当然了 被称为弹药包的原因 是他们经常需要被替换 有关波多尔多的另一件事是关于他自身 为了得到更多双眼睛 更长久的研究 他使用了一个遗物 把自己的精神转移到了附属的人身上 也就是说 他的整个科研团队都是他自己 并且能不断补充新的身体 但是 一个人是做不到控制附属的肉体的 所以他把自己的身体献剂 制成了胸前的白底 这样他虽然肉身已死 就可以让精神永存 听着这些 你对于博多尔多是否有一定的概念呢 也许你会对他有非常负面的评价 认为这个反派十恶不赦 但实际上 作品中对其的评价并不低 首先是肯定其科研的价值 他真正意义上 以血的代价 开启了炭酷的黎明 他的残忍 却是创造了难以复制的成果 其次 因为作者创造出了 阿比斯这样一个残忍的世界 导致一切罪恶都仿佛有了恰当的理由 几乎成为了卡尔尼底斯之板似的道德困境 甚至在这庞大的自然院前 黎明清作为反派的存在感 都仿佛稀薄了起来 然后 作者存在有意对其人格魅力的描写 包括他平常 他会记得每一个经手实验的对象 即便他们已经变成无法辨认的肉团 他也能叫出他们的名字 他会真心赞叹主角的智慧和勇气 在心理描绘时 也总是用正面的词语 说明他也许真的是为了科学 以及像立刻一样纯粹的好奇心 能够奉献包裹自己生命的一切 最后 就是主角团的态度 作为直接和黎明清产生冲突 也代表了作者倾向的主角几人 在故事最后 并没有对波多尔多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惩罚 反而是与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认同 即便他曾经真正给予主角伤害 他们依然没有对其赶尽杀绝 而是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 这也间接说明了作者的态度 当世界极度残酷时 人类只能把残忍当作前进的语意 黎明清的名字也预示着这点 黎明是指早晨在日出之前的太阳 已在地平线下六度以上 天将小而上岸的时候 黎明之后就将迎来破晓 而黎明之前 则是一天之中最暗的时刻 黎明清也许就是说 用黎明之前的罪恶 创造了浮晓的微光吧 可是 我想说的是 黎明前的罪恶 真的就能够容忍吗 能在破晓之后一笔勾销吗 我的答案是 永远的不 罪恶就是罪恶 即便它发生在黑暗之中 即便它可能恰好能带来价值 罪不会因为受害者的原谅而消失 也不会因为残忍的世界而变得无足轻重 与之相反 罪恶在被容忍之后 就不断降低社会的底线 最终导致无可避免的文化崩溃 文化是一个文明的刹车线 一个失去根的文明就会丧失底线 孩子深渊中的Abyss就创造出了一个 一切文化都失去意义的世界 在这里活下去就是一切 无尽的好奇和回归母体的生物渴望 驱使着人们前夫后继的扑向死亡 生与死 两种矛盾的欲望交织 撕裂了一切值得骄傲的文化 因此人们孤立而盲目 能够有足够的空间和动机去忽略彼此 这种忽略便产生了黑暗 黑暗给了罪恶最好的遮蔽 也让新的罪恶有条件自身 因为失去了文化的底线 即便当黑暗被暂时揭开 所显现的也并非罪恶 而是耻辱 罪恶如同病变的肿瘤 耻辱则是引起发黄的皮肤 可以涂上厚厚的粉底掩盖 但肿瘤依旧 罪恶依旧 回到黎明清这个人物 我想可以和现实中的人物做个对比 纳粹时期的德国军 一通过人体实验的方式 研究治疗同性恋的方法 日军七三亿部队使用活体人类 研究生物兵器和化学武器 这两者的共同点是 一军国主义的迅速兴起 极大地破坏了原本的文化 二战争的背景使得底线变得不再重要 三集中营和海外战场 创造了极佳的黑暗环境 往近一点说 杨永信通过电机治疗网瘾 也是通过网瘾戒指中心的封锁和监禁 创造出了黑暗 使用讲诚机制建立了微缩的帝国 他们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 可能他们真的觉得自己是为了科学在奋斗 但其实更重要的是支配他人 和造成痛苦所带来的快感 黎明清也是如此 即便在故事中他真的做出了成就 即便他身上真的有人性的要素 故事中所描绘的他的情感能力 其实更像是一种假象 他能叫出每个实验对象的名字 能感觉他真的与自己的养女产生了亲情 驱动他的其实根本不是爱 而是某种play 甚至不是虐待他人的什么play 而是虐待自己 他真的爱上了实验对象 然后用最残忍的方式杀死他 给自己一种被剥夺所爱的刺激 用这种play来PUA自己 得到性快感 在这样的关系中 被实验的那些孩子根本就不存在 甚至连工具都不是 只是材料而已 如果一个正常人 他的工作内容是虐待他人的话 其反应应该是寻找各种借口 降低自己的人质偏差 比如我是被逼的 或者这些人是坏人 所以我虐待杀死他们 不该会产生情感 可黎明清却反其道而行之 强迫自己与将被杀死的对象产生感情 说明其情感能力已经低到了什么程度 需要这么强的刺激 才能勉强产生一点波动 所谓地域空荡荡 魔鬼在人间 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吧 毫无疑问 《来自深渊》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其幅活力的世界 与支撑其他的动人心弦的剧情 都使他非常值得观看 不过作者过于强调世界的残酷 而对于罪恶不知可否的态度 是在让人担忧 尽管其在剧情中确实是可以解释的 我想作者确实有在思考这个问题 但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如何解决 于是最后用了非常暧昧的方式 给黎明清这个人物暂时收了尾 至少我个人对于黎明清最后留下的那句话 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有记得的观众可以在评论区中讨论一下 就像我之前所说的 罪恶不会因为恰好得出成果而减轻 也不应因为残酷的世界而被忽视 一个需要容忍罪恶的社会是可悲的 人类的历史从来不是 也不该是由罪恶和耻辱所构建的 那么你对于来自深渊 以及这个视频有什么样的看法 都可以在评论区和弹幕中和大家分享 希望我们未来能再次相见 拜拜